還是會 想到還是會哭 當然 對喔 因為 很親人的貓咪 然後 三四年來 天天都捏在我手上 那有辦法就是 還要再養一隻嗎 我覺得我可能近期沒辦法 這麼快 可能要跟我消化好 然後覺得遇到一個永遠的貓 我也想要記著 像找一個貓來代替他的位置 那貓咪的部分 你自己的心情 就是有慢慢的調適去嗎 盡量 因為貓咪他 生病一陣子了 所以其實我多少都有心理所 但是真的碰到的時候 還是非常非常的感受 但是我最近就是盡量的 跟大家聊天 然後不要常常的 一個人胡思亂想 就比較好 還是會 想到還是會哭 然後然 對啊 因為 很親 很親人的貓咪 然後很 雖然四年來 天天都捏在我手上 那有辦法再 就是還要再養一隻嗎 我覺得我可能近期沒辦法 這麼快 可能要跟我消化好 然後覺得遇到一個永遠的貓咪 我也想要急著 找一個貓來代替他的位置 沒辦法 那他得獎之後你回家有什麼名字嗎 他得獎之後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 他宣傳 然後讓大家 看到這個補片 他可能心裡還沒有消化完 那個 開心的感覺吧 我猜 而且你要有說 這個你要拋場 進行的商人的行列 我已經拋完了 喔 你已經拋完了 對啊 已經拋完了 在還沒有上映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拋場 已經拋完了 我拋滿多人的 那一場應該有 110 110 那接下來的工作規劃 拍戲啊 看到那個 來經來好 就是 之後會快開 盡快的啦 快開 那會不會想要跟他一樣就是 往大一幕 然後拿著進去 我是有往大一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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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好像不會 特別要拿獎為目標 因為對我來說 可能 我現在都還是會很期望 然後 好好的看好幾個 然後選好 另想要做的事情 那 也不一定會執著在 呃 一定要一部級 嗯 對 我比較想要 能量充滿一點 然後 把角色再想清楚一些 對 所以現在很有可能之後會 繼續再寫書 其實會減量 你說戲嗎 對啊 戲 不一定會減量 看那個 原份 對 原份來了 是一個很不錯的 劇本 然後團隊很不錯 我覺得我就會 呃 全力 他寫書大概籌備要到 什麼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寫書就是一個 烏龜小姐的概念 因為呃 寫東西很需要想法跟靈感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快 但是就是 開始慢慢的持續累積 那工作應該一排到明年 中後了嗎 有這麼滿了嗎 沒有啦 就是有盤啦 但是 呃 不確定下來的 就是我先把眼前的這個戲做好 對 是 不應該是 那些人 不是 那些人 的 還是 那些人 是 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